Morning Morning guys I'm ready to go jogging 现在入秋了嘛 然后早上出去跑步 就会穿一件外套 这样子的 这样的话可以防一下风啊 然后防一下晒 我忘记戴帽子了 天啊 算了没关系 然后很多人问我就是怎么样找这么多时间去运动 其实时间都是要挤出来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多时间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可以又工作 然后又剪视频 然后又做这么多运动 然后还去旅游 然后还去跟朋友聚会 都是挤出来的 像我剪视频的时间 就是平常我的零碎时间 坐车呀等车呀这种时间都拿剪视频 然后我就是一个低头少女 然后跑步的话 因为运动是我的priority 我是无论如何会把运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 当然除了工作之外啊 除了日常的三餐之外 运动是我最重要的一个priority 我可以不去见朋友 可是我要去做运动 而且朋友大家都有自己生活嘛 可能周末才去见会比较好一些 跑步之前呢 大家一定要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 非常重要 特别是早上运动的时候 因为晚上睡完一晚觉 筋骨啊神智都不轻 所以一定要充分彻底去热身 然后我喜欢去压压腿啊 然后等会再拉伸一下小腿肌肉 之前有人问我就是跑步的时候 手机会摆哪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带腰包 或者是带那种绑在手臂上面的那种 放手机的包 所以呢我的裤子 就是这条Lululemon的裤子 我之前有一条不是是 有一种点点在这里的嘛 那是一条蓝色的 是气氛的 然后这是一条新买的 是去他打折的时候买的 哦 这条是没有打折的时候的 对这条是没有打折的 然后这个设计 它就是专门给跑步的 因为这边有个大口袋 两侧的裤子都有超级深 完全摆一个iPhone Plus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 腰间 还有口袋 就是可以摆一些小物品啊什么的 两边都是对称的设计 这条裤子超级无敌好 超级超级超级安利 衣服方面呢 这是他们家一个明星的外套 这套 这件外套我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这个浅蓝色 这是新买的 第二个是一个黑色 然后它就是特别修身 而且很多口袋 这里有两个口袋 袖口 这里有两个口袋 然后打开里面 有两个内兜 对称的两个内兜 就是可以容量非常大 基本上出来跑步 什么都不用带了 就完全可以在衣服和裤子上面 就已经放下所有你需要的东西了 然后我就不化妆跑步了早上的话 所以就是黑眼圈超级严重的 然后好像最近这两天没有怎么休息好 然后这边长一个小的痘痘 跑步啦 哈喽大家 我跑完了 因为等一会10点钟还要上班 所以今天就只能跑7公里早上 今天晚上有时间可以再练习一下 因为这周还没有练长跑 长跑就是15公里以上 因为要练一下 买了送 讲一下怎么样挤时间出来 像今天这样子安排 就是早上10点钟你有工作吗 很多人都会选择可能睡到8点钟 然后起床 然后吃个早餐 然后就去工作这样子 这样的话你一天就浪费了早上 然后我就会 今天早上我是六点半起床的 跟平常的工作时间差不多晚了一点点 然后就吃了一个很简便的早餐 主要是补充一下能量 然后就下来跑步了 然后我就算着大概我可以跑到40分钟吧 就是大概七八公里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去做 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感觉就是把早上 10点钟之前的每一块时间都安排得很好 然后我出门大概需要9点15分的时候出门 然后现在回去洗个早的时间刚刚好 这样子的话你一个早上就别人多出了很多事情可以做 跑完步呢也一定要一定要拉伸 很多人说跑步会不会腿粗 其实跑步真的不会腿粗 你现在哪一个马拉松转手是腿粗的 没有吧对吧 然后其实跑完步之后呢 之所以你感觉腿粗的是因为血液膨胀 让你的腿有那种肿胀的感觉 所以呢看上去好像是粗了 其实是没有 然后你想快点缓解那种肿胀感呢 可以进行拉伸 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拉伸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平常拉伸的地方啦 然后我会把腿摆在这个栏杆上面 进行这个大腿 hamstring的拉伸 然后这个鞋的地方呢可以进行小腿的拉伸 就是你把小腿这样子摆在这里 然后身体往前倾 这样子的话自然就会拉伸到小腿后面的那条肌 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场景里面找类似这样子的设施 或这样子的design 我平常运动很难出汗的 然后就是跑步是唯一让我能出汗的一个运动 这是口袋的位置给你们讲过 你看我都汗湿了 好美的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些运动服呢 会出完汗之后有很黏很难受的感觉 然后像露露他们家是完全不愧的 真的超级超级的庆服 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的弹性很大 就算这个外套 这个外套也是它很紧身 但是它很贴合你的身材 而且弹力非常的大 所以你怎么样动都是 OK的 我真的好推荐他们家 就是很贵我知道 可是真的非常好穿 你是完全真的不会后悔 而且一入坑的话 就永远都会很想买他们家的衣服 现在回家啦 脱一下这个外套 因为好热 早上 早上 我去健身 买衣服 然后买衣服 之前带了朋友生日送的一个不对称的耳环 APM的好可爱 这边是个月牙形状 像个C字 这边就是一个环 现在天气慢慢变凉了 出门都要穿一件长袖衣 穿个hoodie是最好 Sunday right Casual wear day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Hello大家 我有超级好消息宣布 你们记得我之前做过一个 Lululemon的运动服的大赏吗 当时我就说 为什么平白爸爸还不来找我 我这么喜欢他们家的衣服 我真的是打字 发自内心的非常喜欢Lulu他们家的衣服 然后 他们就真的来找我了 就可能是他们的PR看到之后呢 就来跟我谈合作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呢这个视频呢 虽然是Lulu Sponsor的 可是我每一件商品都是我自己发自内心 非常非常推荐给你们的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Lululemon家的运动服 他们真的是 即时尚 然后功能 然后舒适为一体 真的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很快就要双十一的嘛 他们家也会迎来一年一度的 就是超级无敌大促的这个promotion 这样子的促销活动 你知道他们家的牌子 其实很少很少打折 因为真的是太多人想买了 而且 怎么说呢 他们家就是走这种不太打折的路线的 然后这次 趁着双十一呢 大家如果有想要试的衣服 一定要趁此机会入手 而且 因为你们看到这个视频了 还有专门属于你们的优惠 因为这是我们合作的一部分吧 这是我可以有一个优惠码给大家 然后大家用的优惠码的话呢 就可以有更加多的折扣 但我也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讲 这次呢虽然是一个合作 可是你们都知道 我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超级爱Lululemon家的衣服 它是我最爱的运动品牌 没有之一 那这次的优惠呢 大家有几个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 是你们可以去到天猫旗舰店的商店去购买 然后它现在很多人气款都开始打折了 最低的可以去到五折到六折 然后有不同程度的这种折扣 那第二点呢 就是在双11当天呢 全厂是买满1199 就可以全单再减100块钱 第三个呢 就是如果大家买不到1199 就比如说你是初次购买 然后你是想买一件试试看的话呢 你还是可以有折扣的 就是用我提供的这个折扣码 那就可以全单再减30块钱 这个是没有门槛的 任何商品都可以再减30块钱 如果不买1199的话 那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是你已经穿过了Lululemon家的衣服 你知道它的衣服很好 那你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再去入货购买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接触这个品牌 然后想试试的话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你可以用它本身的折扣 再加上这个折扣码 然后去购买 然后我觉得非常高兴 这次能把这个好消息再给大家 因为这个消息不仅是品牌对我的一个肯定吧 也是可以 能让我的粉丝和我的小观众们 然后也可以从中获益 那我想说明一点的就是你们用我的折扣码 我是完全不会再受到任何的什么拥挤啊什么的 就是你们不是在花钱来就是来支付我 真的是在花钱去买自己可能喜欢的或想试的衣服 大家就可以放心购买 好那我现在来重点推荐几样商品 就是必买必买的商品 首先如果你只想买一件 你的预算如果不是特别高 你只想初次接触吗 你想试一件的话呢 那一定要试它的运动裤 这个Align系列的运动裤 这个补牢真的是太太太舒服了 我还有四条 这个灰色的一条 紫红色的和一条深蓝色的 还有一条墨绿色的 我今天就是做运动的时候穿的一条 真的是太舒服了 Align系列的运动裤 如果你只能买一件他们家的商品 闭入这一条裤子 如果你已经有它这裤子了 然后你想穿买那种比如说可以铺外跑步啊 就可以放手机的裤子 超级推荐这样子的款式 就是这种裤子 它有分7分的有9分的 我有一条是这个款式嘛 另外一条是昨天穿运动 做运动的时候穿的那个墨绿色那个 那个是长一点的 它是在侧面有口袋的 然后腰部这边还有一个拉链口袋 或者是那条墨绿色就是没有拉链的 这边我会放一些卡包啊钥匙包 然后侧口袋呢就会放我的手机 或者是一些其他假物质金什么的 这条户外运动一流 就是手机完全有一个很好的位置去放置它 就是裤子方面 如果你没有什么预算 然后又想入裤子的话 这两条是必入的 必入 好如果你预算再高点的话呢 可以试一下他们的bra top 像这种Y字型的bra top 他们的bra top的那个背后设计 特别好看 或是这种迷彩的 然后后面是这种交叉带的 都非常好 最后如果你是土豪 就是很有钱 或者是你觉得 我觉得很想投资好的运动装备的话 一定一定要试一下他们家这个 这个外套运动外套 这种修身款的 真的是太好了 我有两件一件是黑色的 一件是昨天穿那个蓝色的 它有这种插纸的设计啊 然后这边还有小口袋 我昨天视频也介绍过了嘛 昨天那个片段 那最后呢 如果你真的是想投资在运动装备上面 然后想买一些非常性价比高 而且可以穿很久的运动服的话呢 那我强烈推荐你们买这个jacket 我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黑色 这是我第一件买的 然后买完之后觉得太好了 又买了一件浅蓝色的 然后浅蓝色 昨天运动就穿了嘛 然后它的话呢 是这种非常收腰的设计 这边是非常收腰 而且呢有很多口袋 外面有两个拉链口袋 然后里面呢 里面还有两个内兜 就是可以放一些贵重物品 就不怕会掉出来 而且外面的拉链 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也不会把那个东西掉出来这样子 然后呢在手这边呢 它是这种插纸的设计 然后这边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方形的小口袋 就可以放一些 什么AirPods 或者是什么小零碎的东西都可以 然后它后面呢 是那种透气的设计背后 所以呢这边是有一个网状的 这边是可以打开的 网状的 就是流汗的话 也不会觉得很闷 还是很透气的作用的时候 而且它非常的stretchy 就是怎么样动 都不会觉得身体被束缚着 所以呢这是四件我超级推荐的商品 两条裤子 Align系列的 和这种侧领有口袋的跑步的系列的 然后预算再高点的话呢 就可以买多几件 BRA TOP 和这个运动的JACKET 你们真的不会后悔的 相信我